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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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播甚至直接跟我們交流 發表你的意見也可以 問問我們的嘉賓問題也可以 在開始討論前 我們先看看澳門重點新聞 澳門聚焦 本澳發生有蕩鋪懷疑非法集資後 電主前途 涉及金額屬以千萬元 經濟財政司司長梁慧達表示 有關個案正由司法部門跟進 須了解是獨立個案 或是典當役的普遍印象 會在研究如何監管 梁慧達指出 目前典當役無需領取行政牌照 普通商業登記即可營運 會積極檢討將來典當役 是否須按特別的行政程序領取牌照 視乎整體經濟結構 以及社會意見作出監管審批 他要提醒市民 對於高息回報的行為 須了解清楚是個人存款 或是私人借貸 以下有否得到法律的保障 房屋局表示 對於早前 網上散布疑似 戶盤大廈經屋單位 懷疑做旅館操作 房屋局非常重視 已向警方報案 要求協助調查 以下追究內容的事實根據 公門同行會舉行 特區五年發展規劃 草案文本講解會 向居民講解今次文本的內容 公門同行會會長 欽帥權表示 關於弱勢社群和人號老齡化 成為施展的重點 市民必須同心切力 應對人號老化的挑戰 居民應該積極發表意見 為本屋未來發展 充無獻冊 環遊世界的巨型旺雅 於今日抵達澳門 從前年生育開始 黃色小牙開展重迴之旅 先好到中國的青島 上海等地打卡 最好一陣就在澳門 這次黃色小牙將在科目館 和觀音像之間的海女 長住一個月 相信會吸引不少市民和有限參觀 首先講講題目 因為大家今天看到頭條新聞 就是檔普捲款潛逃 我想問鄭議員 這些問題應該如何解決 現在澳門的檔普行業 其實業界都很多 這次發生的事件 本人都有了解過 其實是幾十年的第一單 這次事件 其實涉及了我們也看到傳媒的報道 有四十多位澳門人 受害者 受害者 其實在這方面 當店業現在的這些錢 究竟是私人借貸 還是借給這間公司 或者當店店 我想這方面要分開 如果是私人借貸的話 如果沒有收取暴利利息的話 我想這方面是合法的 在這方面 究竟如果現時它離開了 私人借貸離開了 資料不見了 我想應該是眼光的問題 要照顧風險 對 私人借貸方面 政府真的保障不到 如何監管是監管不到的 如果借給公司又如何 如果借給公司 我想現在這次事件 我想還在調查中 如果借給公司 其實如果涉及集資的話 我想應該是不合法的 因為主要銀行才有權接受 是的 如果涉及是 因為它是股東 而生意失敗 離開了 我想這些 應該可以從民事去追討 在這方面 另外一個值得我們很關注的問題 現時這個 典當行業的牌照 其實門檻非常低 可能是五萬、十萬 就已經可以去 財政局登記 就可以拿到牌照 是可能所有普通的 門檻低於以前老闆開 以前老闆開 起碼有一個店鋪在那裡 那個年代五萬、十萬元 很多錢 一直都沒有提升過 是的 一直都沒有提升過 這次會導致 究竟是生意失敗 或者是私人借貸 或者是拿了錢去投資 其他的行業 或者其他的範疇 其實這方面 要調查 其實最終一件事就是 發生了這件事 我們希望通過這件事 可以是否加大監管 或者是令到這個行業 可以良性發展 不要再有同類事情發生 我想這件事是政府要做些事 是的 還有我們都要推動政府 是否這個法牌制度 是否要重新檢討 重新檢討一下 令到這個門檻 是否有需要的提高 還有這個股東的組成 是否一定要有部分澳門人 而不是其他 可能內地 或者香港 或者其他國家 都可以 申請到這個牌照 在這方面 如果其他地方的人 來到澳門 可能申請到牌照 或者申請到這個牌照 之後 裝修得很漂亮 可能會蒙蔽了某部分人 令到這些損失 就更加是不必要 是的 那麼 余先生 你覺得這方面 應該怎麼看法呢? 我以前管過一間銀行 我覺得 也應該從怎麼處理借貸 那裡想 不是說他 譬如鄭賢說 合不合法 還要看看 會不會涉及一些 不良的用途 譬如我借錢給譚博 如果一個普通銀碼 一、兩千元 沒什麼所謂 如果我明知道 我借錢給他買個空氣 去殺人 我知道的時候 譚博也知道 這個法律上 你可能會成為共犯 是嗎? 所以你要看看 你知道那個人 借一筆錢是怎麼用的 而且如果戴銀碼的時候 可能是觸犯法律的 因為 借貸是要有權限的單位 才可以做 那私人有些 在澳門有些 第一類銀行 第二類財務公司 但是澳門的財務公司 不發得 不是像香港那樣 你上網也跟你搞定 香港就哄你 哄到很多年輕人變成不行 但是澳門的財務公司 沒有什麼運作 回歸之前 我是建議 因為因應這個博仔開放 要搞好財務公司 好過只是靠放財務公司 因為放財務公司 也不健康 現在整整一下 大家知道 發生了多分事件 現在爆兩雀事件 放貨 這些都是不健康的 董製、放貨 也還要放財務公司 大家知道 它沒有牌的 對,沒有牌的 香港、澳門 存款是否有保障 如果你在銀行 十萬元以內有保障 一個戶口 同一個人的名字 香港、澳門都是五十萬 五十萬 最多五十萬 那你可以拆分 是 A銀行就是五十萬 B銀行五十萬 好了 那澳門現在 如果你存一件錢 當存在當財務公司 嗯 它有沒有資格 去收你的存款 應該就沒有 應該就沒有 是不是 非法存款 既然非法存款 我覺得政府 都要搞清楚 因為以免有些人受騙的時候 它不知道 非法合法的 是 因為澳門的新移民 相當之多 它覺得 利息也不錯 你當譜 都是借貸的 我占某甲 借錢去賭 會不會現行 澳門財政司方面 有關這方面的宣傳不足呢 所以我就希望 要做多些宣傳 不是為什麼 你經常見到 在香港的電視 有傳譜 是不是 就是 胡蘇貞自己身體出來 對 財政司自己出來 做完事 所以我覺得 有些事情 是要保障到 一些可能是無知的市民 它的利益好 另外 有些事情管好是怎麼樣 我們知道 有反洗黑錢的 沒錯 以及涉及一些恐怖活動 你全錢都是銀行 大筆些 它都會問你的來源點 對 還問你用途 是的 它是有權 要你填一張表 每年都填一次 寫一寫 簽名 為什麼你有這麼大筆錢 反過來 提款 大筆 它都會問你的 大家不要說 崇尚 西方就很寬鬆 美國一樣這樣 美國也要填 另外還有外匯管制 出和入 好了 我說了這麼多問題 如果和當普的借貸 涉及在大陸和澳門之間的交收 是不是逃避了外匯管制 是啊 還有這樣的問題 所以不是說簡單 可以存錢 還是不可以呢 現在 你看到經濟財政司說到 是要嚴管 確實是 它除了存錢與否 是不是投資呢 投資作為現金的 是不是也應該規管澳門太寬鬆了 不是 根據我們的調查 我們新聞界調查是這樣的 前一輪的賭廳爆煲 最主要是怎麼樣呢 賭廳有一部分的錢 借給內地的債仔 是的 那這些債仔就回到內地 就賴債不回 但是賭債呢 大陸沒有得幫你去追溯的 是啊 跨境追溯呢 也涉及很多行為 我親自 都向前任的 司法警察的局長 黃少澤當時任局長 我也向他問過 這個是很多的問題存在 不是說 你向大陸 我想追溯 沒有人借我多少錢 大陸是不承認你這個借貸的 非法的嘛 沒有法律的管制的 非法的 所以現在我覺得 這樣的存錢 以致借貸 是涉及很多種種的問題 包括是 觸犯到這個反洗黑錢 過境的外匯 走了雞 或者牽涉到地下錢莊 浮了面子的 大家看到是幾千萬而已 但是不浮面子的 會不會有很多呢 可能這只是冰山一角 所以希望趁現在要調整 你知不知道我們最近 新的公佈數字呢 原來是根據中國有關共同調查 通過澳門流失外匯是最多的 漸層差不多40% 是啊 反而香港反而少 只有十一、十二度而已 所以你看到很多那些地下錢莊 是活躍的 是啊 是人人都知道 唯獨是否阿爺不知道 不是 阿爺知道 但可能 中央是否有貪污的數字 這個牽涉的利益 太大了 是啊 所以事實上你不要以為 就是我們澳門的日子 角度很好 嘗試在上面也盯著 知道發生什麼事 只不過我還沒動手 而且在今次來說 我們懷疑 今天情況都一樣的 因為我們大陸叫三國債 就是A軍欠我錢 我就欠你錢 於是A軍不還我錢 我就不還你錢 等於以前香港流行的 一個叫支票輪 一樣是三國債 就是把支票移來移去 或者某種支票你同一個銀行屬 我入一百萬 你給我用八十萬 其實是移來移去的 是啊 沒錯 結果本來十個茶壺 就八個蓋 都可以的 越蓋就打破那個蓋 蓋著蓋著 只有三四個蓋 就倒去走路 所以現在 就要查出那個根源 現在牽涉那筆錢 是為什麼的 不會的 簡單的借貸 現在我覺得 要追到幾個困難 為什麼呢 很明顯就是 這間當舖 如果做得下去 它都不會走路的 一定是放貸給某些人 那邊的人 是還不到的 看一看的小 都收不到一定是外漲的 所以剛才說到 究竟是只有那間 還是很多 應該不止 大家想想 我不敢確定是怎樣的 大家有思考 鄭先生你要聽到這方面 據我了解 據我了解 它的典檔行業裡面 其實它要通過一個很長時間的浸入 是的 它的業務才會穩步上揚 在典檔行業方面 其實在香港或者澳門 其實是比較風行的 如果在內地是沒有那麼風行的 包括拿進去檔行業 在這個檔行業 以及熟檔那方面 其實是有利息差的 是的 如果是正常去做生意的話 其實這個利息差 長遠是一直一定是有數計 和有錢賺的 但是這次發生的這件事 其實究竟是它將錢用到其他地方 或者將錢用到去投資失敗 或者將錢可能是過度投資 在這方面其實是要有待警方去查 但是在現時的發牌制度 其實典檔行業 他們都有一個協會 其實現時發生了這樣的情況下 其實應該要重新 政府和典檔行業 他們都要一個良好的溝通 究竟這個准入門檻是否需要提高 這是第一 第二 是他們的匯計制度 是否更加要有一個更大的交換 因為他們放貸部門有些問題 因為為什麼呢 你在香港銀行借錢 事實上他要評估你的還債能力 因為覺得你不是順患 或者叫做可能有點危險 就已經出債了 其實當譜 其實是正常行業 正常行業是不存在放貸 因為他是拿一件事來當 他是給錢給他 他的利息差 和他的專業水平 是估計到那件事不會很高 現在就涉及不正常 你覺得對 正常就不是這樣 大家都聽到 譬如說 集資 有些當譜集資 放貸給別人 那這就不正常 我們現在線上有林先生 林先生 你好 你有什麼話要說 你好 鄭議員 你好 我很贊成剛才鄭議員說 因為這個是很不正常 真的不正常 因為當譜的盈利 我雖然說不是暴利 但是是穩定 以及是East Money 可以說是多舒服 我記得我80年代 北京的尾 離開政府的時候 兩個行業 是給我選擇一個正式賭場 一個是典當月 我前輩跟我說 他說阿光 你當然是做當譜 當譜只要一旦進去之後 你自己上去 趕你都不走 因為太好賺 因為錢太舒服 不是說暴利那一隻好賺 不是暴利 你看看努力時表押了之後 一千元就當八百而已 然後給利息 是啊 他說太好賺的意思 就是錢是不用辛苦 就賺到回來的 是穩定於長遠的收入 但是這次為什麼會這樣 鄭議員已經點出了 一個問題的終點 就是中心點 就是說 他這次一定是有他的問題在 一定不應該跟他本業 或者其他問題都不是很大 應該就是有其他問題 引致 鄭議員已經點出另一個問題了 如果民間的借貸 政府是管不了的 這個是肯定的 因為你情我緣 你借給我 我問你借你肯借給我 那政府怎麼管呢 沒有超過有暴利的利息 是啊 沒錯 不超過金管局的現行利息的三倍 高利貸的上限 對 不超過金管局的行息的三倍 等於是合法的 因為 因為清官難斷監務事 但是現在 最大的問題就是 剛才整理員說了 為什麼一間當舖 可以這麼容易拿到牌 而政府 就好像對他沒有任何的 有關的監管的措施 或者是 叫做什麼 呃 然後他的能力那個 叫什麼 叫做什麼 叫做拾牌的 就是拿到牌之後 千秋萬載了 無論你做成功 但是問題在哪裡呢 他經營了非執照許可 沒有其他業務 知道嗎 當然 因為你的業務就是拿錢 拿一個錶過來 我抵押 然後六個月內不熟 我就斷檔 是的 將你的錶便便賣出去 就是這樣的 但是現在不是 穿了錢 不能做什麼 那些不是你的當舖 牌照 能夠經營的業務 業務範圍 是的 是啊 所以剛才鄭議員說的就是 如果政府現在 亡陽保留 當然了 我還是說重新的一句 私人借貸 政府是沒有角色在的 他也沒有辦法監管的 但是因為 有人利用當舖這個牌頭 去襲之衛 去做其他的事 政府是可以介入監管的 我覺得私人借貸 都可以藉著一件事去監管 就是說 怎樣可以保障到私人借貸 如果你有保障的話 那些銀碼可以怎樣追 可能會限制得比較好一點 用這樣去間接的監管一點 為什麼呢 如果保障越多 那些人自己個人對錢的安危得失 就越不掌心 這叫道德風險 是的 譚布希說得簡單 這是道德風險 所以我仍然建議 像香港那樣 不斷地用媒體去宣傳 自己緊張就知道 自己是自己的權益 另外就好像鄭議員剛才提出 政府的角色 就不是監管私人借貸 借不借的問題 不是這個 就是說 不可以 避免 或者不可以讓他們 利用一個特定的行業 或者牌照 去做一些 違反這個行業的運作的事 這個政府的角色可以在這裏 我的意見是這麼多 好 好多謝林先生 我們先去聽你報告 我們線上有位李先生 李先生你要談了什麼問題 問我們嘉賓什麼呢 啊 我是講那個就是海域劇那個樓啊 海域劇 你說嗎 就是那個海域劇啊 他就是最後四年他就買樓化嘛 對不對 這個土地業最後幾年就開始買樓化 其實我看他這些人買樓化的那些人啊 我也不知道他們是什麼人啊 嗯 但是據我們了解 以前買樓化呢 都是 嗯 付我定金 他也不可能什麼 銀行做分期付款呢 嗯 像這種情況 我看銀行也不會給他做分期付款 嗯 為什麼給他做分期付款 你的樓都沒有這個 銀行會給你做分期付款 我都不相信 他們這些人講話有點靠不住啊 嗯 而且他這個樓 嗯 現在呢 在打官司 嗯 就是那個 就那個 海域劇那個建築商 他跟那個政府在打官司的時候 他們在那批人整天 他跟海域劇那個建築商買樓 應該是跟建築商討 冤有頭債有主 他怎麼去跟政府去討 我也搞不明白 嗯 我想這樣子 這樓不是政府買給他的 有一個由那個 呃 余先生他以前是幹銀行的 嗯 他可能比較了解這個借貸的過程 我先由他解答你這個疑問好不好 不不不 你聽我講 他應該應該是討 追那個建築商 他怎麼去搞去追那個 呃 怎麼去追那個的叫什麼 呃 政府 我也搞不明白 不過他們追政府的理由是說 就是 公務局為什麼批准 政府要買樓給你 政府而且講得很清楚 呃 買樓的話都要小心的 政府 您也都是這樣講的 如果是買樓的話 都要大家多想 這這都有風險的 呃 您是坐宅心虛的嗎 您真是的 他怎麼去問政府他 他應該去問建築商他 他現在 建築商是在跟政府打官司 他這樣就是影響那個法律 呃 我想現在這個問題已經進入司法程序了 我們都應該要具體提他 我們只能 我們只能回答你一個問題就是說 為什麼銀行會給他上會 為什麼呢 我們都選五個 嗯 你先讓他講完 或者 問題就問到這裡了 好嗎 你先讓他講一下 那 你先讓他講一下 就是為什麼要找政府 這個時候 不要批評小業主 是已經很慘的了 是啊 他任何事情 其實是可以找政府的 是不是 遞信都可以找政府 去中聯辦 也可以表達意見 他有這個權利 他有這個權利 就是不要怪責小業主 但是我們希望 從什麼方法可以幫到他們 沒錯沒錯 雖然進入司法的訴訟 好了 講到銀行 由於這個 借貸 在銀行來講 跟剛才的檔譜完全不同 是合法的 是的 以前呢 這個海一區買賣的時候 還沒有出台這個樓花法 沒錯 沒有管制 怎麼可以 他在2011年開始賣了 是的 但是2013年才拿到那個 公務局的批准那個 是的 然後施工的時間是太短的 所以這個是有得爭議 看看法律怎麼訴訟 但是銀行呢 他的立場就是 我借錢給你 我是照我自己的原則 認為這個建築商過往的紀錄是良好的 我相信的 過去有什麼海蜜居 海蜜居全部都OK的 很多建得很漂亮 是不是 是啊 現在這個不是發展商的問題 不是 是因為出現了新的土地法 是 中間是有一個 差異 是吧 銀行怎麼做 他有權怎麼去做 他不是說 送你的小別處去死 絕對不是 他幫你買樓而已 是吧 所以也不怪責銀行 現在呢 唯有看看幾位法官將來 因為澳門是合議停滯的 到時怎麼判 香港是陪審團制度的 好了 就是我們只能夠通過議論 令到法官大人 都了解一下民情點 再看法律上是怎麼樣 他去思考的 有時候是沒有絕對的 我也了解 似乎 有些葡萄牙方面的法官 他是傾向 認為可以延續的時期 讓這個發展商去搞定他為止 加一大歡喜 我們希望 幾位法官他有智慧 那就容易解決問題了 其實最理想的狀態 要保護小業主要是 應該將他延期 是的 還是原來發展商去搞定他 繼續引起他 這個應該是最理想的 加一大歡喜 政府就贏 發展商就贏 小業主就贏 因為政府本身來講 他根據土地法的無權 政府不能夠大同違法 政府拿去法院 是吧 好了 到了發展商 又掃諸法律 現在沒話說 政府只能夠說 我維護小業主要權益 只能夠說 做得什麼 不能做的 那下一位是謝小姐 謝小姐你要聽些什麼呢 任你這樣 你好 你好 鄭先生 鄭先生是議員 這個是律師 議員 議員 因為說起法律 我就對澳門的法律 是沒有信心的 還有也看不到 那個法律的公平證 在哪一處 就是最近一個個案 說一個罪嫁 撞到人 雖然兩方面的人 我都不認識的 死的和這個罪嫁 但是在法律的層面 一個罪嫁的司機 他又不故意去撞死人 是雙重一個犯罪的行為 那在我們那個法律的層面 是如何去審理審判 至少可能涉及過失殺人 是的 他過失殺人 還要不故意去 這個其實是 涉及的 還要審判的 是很重的 其實應該這個罪是很重的 因為你不故意去 不管這個傷者 是死了還是不死了 是 最近我看到這個新聞 我自己是有點害怕 就是我自己發生在自己身上 這個工商個案 是被人偽造文件 沒有我知名 勞工事務局好像當沒事的 是很閒的 所以我覺得我們澳門的法律 我有一點點心寒 搞到我自己有些焦慮 和經常失眠 因為為什麼法律會這樣呢 撞死人這麼大件事 都不可以這樣 最大就是不故而去 是啊 因為可能遇到的事 他還是生的 如果現場打電話 結構傷者來救 有得救的可能 是啊 還有不故而去就是逃避責任 是啊 如果你遇到那個人 他或者有得救呢 是啊 如果你不理他 你走了 那你是不是等於謀殺呢 不等於就叫 過失致人於死 是啊 過失致人於死 這一件事是很重的 我不明白 我不明白澳門的法律 謝小姐 其實我回應一下 關於罪嫁這件案件 其實我們立法會 我們議員 其實都一直在關注罪嫁的刑罰 不知道罪嫁是否適合釀藥 藥家 獨家和罪嫁 獨家和罪嫁 那是否需要檢討 提高的刑罰 在這方面 我們是督促政府 是繼續要加緊督促的 但是那件案件是法官判的 不是議員判的 所以在這個情況下 其實我們非常關注 因為特別是最近澳門的街道有閘 晚上的時候 其實車和人的距離 特別是駕駛電單車 我們都收到很多個案 就是特別 有時撞了 就不顧而去 因為可能他覺得 有僥倖的心態 可以走到 那麼我們的天眼 是要更加加強去做好些 因為我們接到的個案 有些連車牌都看不到 甚至乎 但是現在 這次的個案 我們不去單獨評論 但是我自己本人認為 都覺得這個罪嫁的刑罰是太輕的 是啊 讓我再說一句 好 因為為什麼呢 在國內 如果你罪嫁 根本你不能說 是 即時撻你了 你哪裏都不能去 還要吊銷你的牌照 拘留15天 是啊 表面證據已經成立了 這個 因為他應該有個法例 那個叫綜合治安管理條例 是啊 所以我們澳門這個法例 希望鄭先生 在我們的立法會 注意我們 我們的法律 不管是什麽法律 都好 有一些法律是真的不清晰 還有它是不可以 即是我們不單獨去評論 因為法官已經判了 其實一些法律 我們是很清晰 你罪嫁就是罪嫁 不能減刑 或者減判 這些事情 但是我對過往有些判了 我得不公平 他判了也好 他判了也好 他刑罰不輕 但是他緩刑 也起不了作用 是啊 沒有人怕的 真悶 所以我希望這個事情 政府真的要注意 好 多謝謝小姐 謝謝 因為我們電話給她多 下一位是李先生 李先生 是的 李先生 你有什麽要說的呢 李先生你好 我昨天發生了一件 很露氣 很激氣的事 是啊 我想在這裏說一下 好 但是更過夜24日 星期日 我是珠海的喬江的遙政局 寄了一部平板電腦去偏盡 然後更過星期三下午 四點 對方那邊就收到這個包裹 嗯 但是收包裹的時間 期間發生了很奇妙的事 直接說 直接說 即是他這個投地員 就把包裹給到我姐姐的葡萄 但是我姐姐要立刻開這個包裹 他就一手 直接搶回來 不給開 為什麼 他說你要簽了名才可以開這個包裹 那這個也對 你先簽了名才 嗯 那我姐姐說 簽了名才沒有簽名 他就不肯 他就不肯打開 他說要簽了名才可以開包裹 嗯 之後呢 就兩個在那裡吵 吵 吵了間這個 這個投地員 就反昏和我姐姐解釋 這個包裹是沒有人動過的 很安全的 我們是國家要政局的 不和其他出便的那些 什麼什麼什麼 或者正在港時間 發生了什麼 那他就 簽了名才 那包裹裡面有沒有平板電腦 沒有電腦 簽了名 那個東西 那個東西 送貨的東西就趕快離開了 之後我姐姐 其實他是晚上10點才開的 是 那時候他淘汰很多事情做 他沒有直接開的 嗯 不過晚上一開 那這個也要追究的 那這個也要追究的 要去追究 他追究玩了那個姚政局 他說你是送法庭 你是打官司 不用你玩我們 就簡單 嗯 他不承認 但是這個東西 之後呢 他查回那個包裹上面 要 重生貼過交子的人 嗯 要被人摸過手腳的人 他也是 捕了警 但是呢 捕了警的話 沒有什麼作用 所以我覺得 你覺得很無奈 也唯有依法律去追究 沒有辦法 是嗎 我告訴你 所以我在這個媒體上 呼籲一下 大家有沒有辦法 李先生 我跟你說 你出了什麼問題呢 你太信任 我們國家的郵政人員了 我跟你說 我也試過 曾經幫台灣的朋友 又在橋江路 那間郵局 匯錢 四川 匯了三千元 就是二十多年前 嗯 那回到四川呢 竟然不給錢 四川的郵局 說我沒有現金 不給 我不給你就不給 簡直荒謬 就告我 很多年前 三年前 這樣呢 我當時就是看過中國郵政的嘛 是 國家的嘛 我不相信 中國最合理的就是公務員 就是郵政 我告訴你 我不是崇洋媚愛 我告訴你 我記得這些一定是在美國的 找美國人 找美國人 就沒事了 這件事呢 已經是要 譯表兩條罪 就是盜竊罪 和欺詐罪 是啊 但你告得到他嗎 他就代表國家的中國郵政 但這件事呢 我一定要告得到他 那就是這件事 我忍不住 李先生 你只是浪費錢而已 李先生 我不如給你一個意見 李先生 其實你這個事情發生了 其實你可以直接去找 珠海的消費者委員會 有 有 消費者委員會會跟你 再跟進你寄那張單 如何 為什麼最後收的時候 是貨不得 一定要去珠海市 消費者委員會 因為 這個消費者委員會 是一個監督部門 他們會跟進 但是我的電腦 是在澳門買的 我不是在珠海消費 你在珠海寄的時候 你在喬江路 已經是消費 你一定有寫明 裡面有什麼物品 是的 你寫了是什麼物品 那你的單號是多少 去到那邊的單號 是沒有開過的 但是如果有 有害群之馬 因為每日是多少億件貨品 至少會有兩億件 是的 有多少億件貨品 但是有害群之馬 其實樹大都有庫資 但是這些消費者委員會 我覺得它一定會保障到你的 還有剛才你說的 宋快遞的人 都可以 其實我是這樣的 主持 其實那包裹如果不見了 就算了 我都不會敢露氣 我就是露氣什麼 他內部偷了那個東西 不但只 他還想把東西不見了 那部分 想射箍射到我們校的頭上 就是你簽了名之後 所以我也建議你考慮 告那個人 不只是告郵政局 你告一個集體的單位 可能是阿爺跟他鬥 他不是阿爺就推理他 你据那個人可能比較好 你應該告那個特眾的東西 你覺得他可以 他是公司這間郵政局管理不適 才能聘請一些人 都是客人 這就是策略 你知道橋哥在錄這個郵寶 以前 不是你現在才多失業 幾十年前 我們在鄉下 用這間郵寶寄鄉下 在大陸其他地方 都經常不見 確實要管好 因為我也有所聞的 確實要管好 這間郵寶 一向是專吃我們澳門人的 因為他來澳門最近 不是走 總之你不見了就是不開心的 我跟他說 他好像那些偷東西 偷東西當作公開 我喜歡我就拿了你的 是啊 他們是這樣的 只不過以前偷罐頭 現在偷電路而已 他以前偷過罐頭的 他都偷電路 是啊 那間郵寶 一向都是黑郵寶 我跟你說 這樣呢 不是他朝光偷 這間 是天津上面 那間 你不知道的程序在哪裏 你不知道他在哪裏出事 我跟你說 很可能 朝光寄出去 已經沒有了 都有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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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能說是天津 有不一定咬還是天津 跟你說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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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裏都有很多會議 所以你問我就很簡單 我後來就斬腳脂肥沙蟲 我一旦就找DHL 一旦就找American Express 現在就是 焗我光顧鬼佬 現在就是 因為我以前在這個郵寄 幫台灣拿的時候 還沒開放 800年前 是經過很多事情 幫人 整天都差不多十鐘八鐘 一旦就出事 喂 不見了已經不簡單 你配一些補價錢給我 算了 我也不追究 是不是 對不對 不見很正常的 不收不到 不見很正常 是不是 他不是這樣 他想把不見的責任 給你的客戶 就是給你的客戶 你記住 幫國家單位做的 那些人呢 最大的特色 全部都推給國家 而是讓你被騙的消費者 去面對國家 就是這樣 是的 這件事真的是事實 重點說出來 就是真的 是的 好多謝李先生 因為我們有廣告來 下次歡迎來 打電話進來 我們先去廣告 我們回到現場 鄭先生 如何處理這些 在珠海郵局多厲害的問題 我想 珠海這個個案 我也是建議李先生 都是找回珠海市的消費者委員會去投訴 是的 因為我覺得 現時 祖國不停地發展 其實不停地變化 其實很多事情都在改進 我想消費者委員會是可以幫到 李先生的 正如剛剛大家都感覺到 其實現在寄東西 或者其實最主要要保障到 我們可以順利地把這些物件寄出去 是的 那是要注意的 其實寄了出去的時候 那些單要保留 是的 記了那邊收到 是不是真的確定收到 那個郵件 那在這方面 其實如果 李先生是澳門人 其實我們都希望 如果有內地事情的發生 都可以找我們 澳門的消費者委員會 或者找我們的議員 可以協助一下 幫助一下 我們都很樂意的 好 我們電話上還有馬先生 馬先生 你有什麼問題 要問我們議員 問題沒有 沒有問題 有什麼意見 剛才我聽新聞說 有個局長 文化局局長 就想澳門那裡 某些地方 用來給一些表演者 表演 很好的idea 很好的idea 因為澳門家 實在有時候 你知道星期內放假 沒有什麼活動 給那些澳門市民 遊客也要參觀一下 我覺得 好像在香港 好像在旺角 那些地方都有 對 對 非常好的 讓澳門街的人 發展一下 表演一下 有些表演 不要說是大型節目 或者是表演 我覺得是好一點的 好過澳門街 好像 那些小孩 有不有的 搞到澳門街 還沒什麼文化 是啊 應該是好的 文化局局長 適合我 我放他出來 那他本身是內行人 因為吳慧明 吳慧明本身就是澳門的藝術家 還很有名 是 拿到很多國際大獎 是 有時候你看那些 那些樓的東西 不是說過去去看 那些古蹟 很多小孩都沒有興趣看 是 是 那些廳門家看 參觀一下 上廳門小孩都不知道 有什麼 他都不看 是好一點的 但是你起不去現場的管理要好 為什麼呢 是 你跳街舞也好 街頭表演也好 是 如果不畫出一個特別的區域 有一定的人管理的話 是 你就很容易撞來撞去 重任 傷人 很多事情 現在時間在管制上也很重要 全套資要做足 穩固 有些吃少許東西 給一些遊客 或者先在一些指定的地點 拿來開始 是 容易管 好像那個噴吹傳媒面前 指定的地點 是 那些旺地點也好 那些市民出去看 都很開心 多謝 馬先生 下一位應該是 李小姐的 李小姐 你有什麼事情要說呢 李小姐 咦 李小姐 哇 沒有了夏文 其實 據我們所知 澳門其實上 過去是有街頭的表演的 是 但是不知道為什麼後來 因為那些遊客多了 以前街頭賣藥 你小時候也見過 有的 以前有一個門口 昔羅斯是放假 有些人表演彈琴唱歌 然後 猴子戲也有 他沒有捐的 是 我覺得容許在部分指定的街頭做 是好的 最重要不要阻礙交通 不要阻礙交通 不要引起傷害途人 我們終於接到廖小姐 李小姐 你有什麼問題要說呢 你好 李小姐 我想說五年規劃之前 我想再 真是不好意思 我想再澄清一次 因為 有一位做過醫護界的小姐 經常罵很兇 那位高小姐 你說是不是 指命大流的居民 她又經常打上去 朝早的節目 昨天又罵 又說 然後有一個什麼 兩年前 扮得很正義的 突然間 今年又打上去 又是斟著傳染病大流 來罵我們 現在我向傳媒界 或者議員 我想再表白一下 我們附近居民 從來沒有反對過 起傳染病大流 我也都希望 在山頂醫院附近 起一個小型的 不是那麼大的 不是六千平方米的 例如你可以起一個中轉站 那你同樣 就有傳染病大流 但是你將規模大為縮小 譬如一千平方米 那就遠離附近居民 是不是也不用拆這麼多棟 破壞文物 是不是也不用破壞生體 我很希望議員 我知道你們很幫助我們 我們從來沒有反對傳染病大流 只是希望多贏 希望它人性化一些 不要為見而見 還有希望科學性一些 你將它縮小 作為一個中轉站 如果鏡湖 相對來說鏡湖 比山頂更急切 鏡湖最多人看的 我很希望 那天早上打了 他不停地罵我們的 首先我告訴你李小姐 每個人都有言論自由 不停地 他經常說 我們傳染從來不是反對的 我只不過希望 他現在最主要我們反對這位高小姐 是甚麼呢 他涉嫌就是犯了澳門的誹謗罪 為甚麼呢 他公然在大戲頻道 是誤告一些人沒有說過的事情 這才是大問題 這才是大問題 剛才我明白 這也屬於言論自由的一部分 他是有權這樣做的 但是亂來 另外我想說說 五年規劃那裏 我覺得這個正現實 他從2010年開始至到現在 我不知道他花了多少公帑 但是他今次這份 我覺得是一個小型公司 都不收貨的口號式 我不知道是不是他做給中央看 我昨天就聽到一個環保專家 在澳門 他自稱環保專家 連這個環保專家 他都說不收貨 說他穿墨實在太少了 海洋環境保護穿墨實 地產界又說不收貨 土地樓市那方面穿墨也太少 交通方面又說穿墨太少 至於善治 你貪污也不搞好 怎麼會善治好呢 特首又不問責 他又不敢說 我想李小姐 因為我的電話太多了 一會兒我們的問題 我們集中再回答 我們再給黃小姐說一說 黃小姐你有什麼意見 來 鄭議員和醫生好 我對五年計劃裡頭 關於房屋問題 金屋問題 我想鄭議員你要多關注這方面 現在在街上採訪那些個民眾 對五年計劃問題 好多年輕人都是在講金屋問題 尤其在網上看見了那個湖畔大廈 就是金屋出現了什麼什麼 遊客居住的問題 還沒調查清楚 但大家反感很大 但現在需要的人是很多的 因為你政府必須有長遠的規劃 不能十年不見 有聽劉世陽那一套調查 每個居民都有房屋 有房屋是有房屋 那廳長都長大 都二十幾歲了 年輕人一代一代都長大 那你統計局啊 那你都應該配合起來 你托兒所吧 出生率多吧 托兒所又不夠用的吧 你年輕人的房屋 你現在樓價那麼高 做那個房農啊 那你政府一定要有規劃 那就是筷子機的那個刨沟廠啊 那是現成的地方 還有一年租約到了嗎 怎麼計劃蓋啊 還有市場改造啊 我想你不能完全罵政府 目前政府已經開始諮詢工作了 開始啊 他五年計劃 他有的不負責任嗎 要走了以後呢 走了以後誰負責 他的責任制沒有啊 反正我告訴你 澳門你不要對他有太大的期望啦 五年計劃這個分本真的很方便的東西 因為你已經下台了 好其他五年計劃就是給中央一個交代 對 沒錯啦 你用這個觀點看那就對了 嗯 你怎麼可能你先任特首 去搞個五年計劃 去限制未來下一任特首 去幫你收尾的呢 這個不可能嘛 他會 全責不對稱嘛 就是他這個這個 這個崗位責任制就沒有嘛 沒有追究嘛 做到做不到沒人追究 其實特首都應該做 就是說我上任的時候 其他單位啊 特首又倒數計時了 是嗎 對 民眾社很關切 他聽也不聽 民眾社很關切 金屋房屋問題 嗯 我想政議員 應該你們都是指寫一下 謝謝你黃小田 謝謝 我們最後要趙先生 拜拜 趙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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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你有什麼話說呢 我想說一些經濟房屋那些 是 你說啊 說快一點 時間不多 我就申請了十幾年 嗯 我申請了十幾年 輪到我 嗯 輪到我之後呢 我排到五十 我排到過去 他說我超支 嗯 他說我超支 不是不是 超過所得 所得是嗎 限制是嗎 是的 是的 即是你家庭總收入限制超過了 是的 就是要你重排 是的 他又要我由頭排過 我想這件事應該找議員 是不是 應該怎麼回答他 其實在這方面 我想政府有一套很完整的規範 那如果 可能這位趙先生 他超支了之後 其實是因為已經超出了那個程度 嗯 他收入的程度 那可能有更多的人 可能排 都是好像這位趙先生 那樣排十幾年 是的 但是他是沒有超支的 那這些可能是更加需要的 是政府是要給他經濟房屋 嗯 那在這方面呢 我想政府在這方面 如果 你說 跟你有一樣的 或者人的收入是高過你的 他都拿到 你拿不到 我想就可能這樣就要 這是要找議員監督 但是應該給他一個辯解的機會 嗯 只不過有時候抓到他 是這樣的 人家那些抓不到的意思 那不是說抓 現在就要給他一個辯解的機會 不是 因為現在最糟糕 很多經屋排在十幾年 以前是死窮鬼 是符合資格 現在有些外面 不知道 現在找到工作 而且找到一份資訊很高 那就超過了 有這個情況 有這個情況 那些人沒有工作 於是 又合乎資格 這個變動會很大的 因為 政府效率慢的時候 變動來了 那就是 所以香港的好玩法 好處是怎樣呢 每一次都 保持收入 每一次就是 六個月內要處理 現在澳門的最大問題 拖得太久 是嗎 人家的氣氛不順 是啊 你香港不是 一批五千個公屋 一萬個公屋 它本身是很快的 行政效率很快 行政效率很快 你用一種方式 就算同樣資格的 抽籤也好 什麼都好 就處理了它 做一個選擇程序就快 人家一天可以選幾百戶 是啊 所以我點出一個問題 做溪都快 現在做溪都慢 是啊 所以現在根本 澳門講來講就是 一個十九世紀的政府架構 去應付二十一世紀的 高速經濟發展 那就變成這樣 那有什麼總結呢 那剛才回應 李小姐 王小姐 和趙先生 其實在五年規劃 大家都很關注的 其實這個五年規劃 是澳門的第一份五年規劃 現在都是一個草案 到現在現時都 港大市民的關注 希望在這個草案的諮詢期 大家多給一些意見 令到我們議員 可以反應給政府 令這個五年規劃 可以做得盡善盡美 很多謝議員 因為時間關係 余營養金 不能跟你說 我也太多不說 我們下個星期一 關注的問題 就是五一大遊行 究竟你有什麼訴求呢 請你下個星期晚上 立即打電話遊來 一定那晚很精彩 很刺激的 沒錯 多謝各位收睇 我們今天是《年華為事》 在澳門的香港 我們下個星期再見 拜拜 拜拜